行进新庄区湾安街四十七项一带的这条防火巷道 今后民众还有学生族不用再担心雨天出现积水问题 路过时候就要体心吊胆的害怕可能发生跌倒的意外 因为日前当地里长游秀莲接获民众反应后 极力向有关单位争取重新铺设薄油路面终于得到改善 这条楼有很多学生还有我们的民众还有骑机车的里面都在走 这很多人在走 做好了之后如果下雨的话就不会担心有积水的问题 他们走路也比较安全 里长给我们城市再来破坏 这个感觉继续理想的 落后还没准水了 我就很感谢我们的里长给我们城市福利 在还没有铺设薄油路面的这条防火巷 里长说主要是原路面就不平整 多处有坑洞的情况 只要是天空下起大小雨很容易出现淹水现象 审布偶奇又听到有人在这里摔伤的意外事件 所以他多次请托地方敏黛协助安排的会看之下 感谢公所等单位重视迅速在今年5月进行博油路面的铺设 让用路人通行更安全 还没铺的时候都会下雨 然后积水 我们里面有时候推到轮椅会跌倒这样子 我们这段防火箱已经毁坑了几个星期了 在那里完多次的毁坑 也感谢我们公所配合 公所公务客 效率也很快 不平整的路面 加上又在防火巷弄里面 所幸有了这位为民夫雄林金的游历张 努力不懈的大力争取之下 包括直通67项都已经铺设完成 提供品质往来用路人行走安全多一份保障 记者黄优贤新中报道